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登臣已有丁亥辛亥 这是一个女命 提问者是说这个八字是不是重隔 很多人在自己八字的格局上打转 但是五行派一直在跟你讲 不用看格局 看的是五行流通之后的现象 所以我们直接就来看他五行流通的情况 天干一根河 所以剩下一个辛金 地支、陈酉和、亥损两个 所以我们从他的八字可以知道说 这个八字其实在本质上财运官运 他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然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你还要看大运 因为我们人生所表现出来的 并不是在本命而是大运 所以五行派一直在跟你讲 不要在本命上打转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就是要看你 哪一段时期会怎么样 请问20岁到30岁 你还在看本命吗 30岁到40岁 你还在看本命吗 当然不是嘛 你要看的是那时候的大运 所以他现在大运是在睽睿 我们就可以知道辛金生睽水 去克丁火 而地支外土 克害水 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成了日主受克的八字 然而原本他有两个害水的 也伤了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财运上不好 官运上也很差 所以各位请问你去看他格局干什么 你就是看他现在大运到底会怎么样 因为这时候这个八字就会有这个现象产生 而八字的本命 只有你出生的那一刻 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旦当你流年上来了 大运上来了 你就不可能再回到本命上面 所以不用去在乎你是什么格局 而是要去看你的一个整体的流通 是什么情况 透过这些流通的情况 来判断你的吉凶如何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邦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